朋友们好啊 前一段时间 这个供销社 国营食堂 重现江湖 那么呢 引的一部分朋友呢 为之欢欣鼓舞 觉得似乎看到了 某种 希望 一种回归 同时呢 也就自然的引起了 对立面们 那口诛必发 他们惊呼 计划经济要回归了 全国人民要吃大锅饭了 那么 关于供销社这个事 吴明先生 表达了 他的第三种认知 第三种看法 表达了他的隐忧 吴明先生 今天给我发来的 他昨天的文字 叫关于供销社的看法 我觉得 眼光独到 这种隐忧一点都不多余 我觉得 大可以引起 驻军的重视 分享给大家 媒体上热议 供销社 冲出江湖 又红火起来 许多同志呢 为此很兴奋 大约三四年前 我写过强调 供销社重要性的文章 供销社相当于古代的这个长坪仓 不过的新中国的粮食购销体系 对应于古代的长坪仓 供销社是长坪仓的扩张版 供销社 粮站 百货公司 这个肉联厂 等等国营商业体系 构成了中国商业系统 各系统既相对独立 又相互配合 在国营全民所有制经济 和公有制经济的集体 所有制经济 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 庞大健全的国营商业体系 确保了当时 人民的政权 控制了衣食住行 药医学 文艺等等 诸多领域的 大宗商品的定价权 保证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保证了国家 工农业各行业生产和科技 教育医疗 基建文化交通卫生 等等事业 按比例生产 建设和发展 支撑着人民政权 动员人力物力 突出重点建设 军事准备 军事行动的能力 让人民政权 有几乎无限的能力 从事 曾经的抗美援朝 平息暴乱 援越抗法 抗美援越 支援第三世界 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 打破新旧 殖民主义主导的 世界旧指须 等等 同时 国内还有足够的人力 物力进行工业化 扫盲 水利交通 卫生科技 教育 等等方面的 一览子建设 这是曾经的 我们这代人 依稀都记得的 曾经的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 那就是这么过来的 就是这样过来的 从货币角度看啊 供销设备代表的 国营商业体系 有如下具体的功能 我们看吴明先生 他这个认识 第一 确保着人民币 既在国内经济领域的 支付权 结算权 也和其他公有制经济一起 确保着人民币的发行权 防止了其他货币 黄金白银的商业流通 确保着人民政权 可以依靠货币发行 和流通控制为手段 来动员人力物力 科学分配行业劳动力 平衡各行业的利益分配 确保社会建设 和人民群众的 基本福利 都共同发展 和提高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的落实 这个是事实 这是曾经的事实 第二 庞大健全的国营商业体系 确保了人民政权的定价权 这个极其重要 这个定价权是极其重要 定价权让人民政权 可以以调节物价为手段 调节经济运行 突出重点发展的领域 工程和技术 你想想 新中国前三十年 中国的物价就那么超级 出于超级稳定状态 几乎 一个几十块钱收入的 这样的一个劳动力 都可以养活五六口之家 你想那这有多么强大的 这个这个社会的这种商业 保障体系做支撑 第三 国营的强大的商业体系 抑制了私有资本商业体系的形成 防止了大资本的形成 也抑制了大资本对政权 动员能力的潜在的侵害 如果供销社体系一如既往强大 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 则中国根本不会形成什么 他们阿里巴巴呀 什么淘宝京东 拼多多滴滴 这类私有企业 私有商业的大恶 外来的你像什么沃尔玛呀 什么这些加勒服什么的 这些商业大恶也很难在中国立足 当然也无法控制中国的物价 因为他们有强大的供销社体系 作为他们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而他们又是本土的 而共产业体系所提供的物联价美的丰富的商品 第一人家强大本土的商业系统商业体系 然后人家有这个强大的定价权 同时什么 因为有定价权 他就可以向广大的民众提供物美价廉的丰富的商品 那这是以逐利为目的的这些商业大恶 私有资本控制下的商业大恶 那简直没法应对的 是不是 无理可图他就不会做了这个事情了 是不是 第四 政权因为控制了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 就可以凭借这个定价权通过抬高和压低不同商品的价格 确保相应行业劳动者利益基本平等 抑制贫富分化 实现共同富裕 消除贫困 消除行业利益 低于利益的不平衡 你有定价权了 是不是 那你这杠杆就在你手里放着 是不是 你操纵权就在你手里 是不是 所以这种调节力 那是可想而知的 第五 国营公有制商业体系从信用角度看 是保证货币信用的关键手段 从货币循环的角度看 也是政权回收所发行货币的关键手段 第六 为争取人民币在对外贸易中上的 结算和支付权 提供了前提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国特价极其稳定 中国物价极其稳定 这就超出了西方经济学理解能力 他们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但显然却让他们不得不相信 人民币的信用是极其稳固的 那从而也就愿意接受人民币结算 人民币支付 愿意把他们手上的人民币储蓄 在中国银行的账户上 二呢 是统一的商业体系便于政权领导 防止各体企业在定价结算问题上 被外国大型的商业体系各个击破 进而确保了在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的计价 结算支付权 保证了中国企业讨价还价的优势 我就这么大一个体量 这么大一个盘子 那我就跟你 我有十足的这种主动和这种优势来给你做起来谈判 这就是组织起来的力量 第七 请注意啊 政权通过垄断性商品 商业体系啊 调控物价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大部分的商品必须是公有制 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生产的 如果私有经济规模达到了一定程度 由于私有资本的毛利性 自然会抗拒政权的定价权 一定是这样子 如果私有商业体系强大到一定程度 会排斥人民币的结算和支付权 损害人民币的流通 但尽管如此 商业体系掌握在政权的手中 就可以凭借其定价权 抑制私有资本的操控物价 这种可能 私有资本强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进而操控物价 这是一种必然 这就像他操控完物价之后 掌握了市场之后 他就可以以市场为资本 去谋取的经济利益之外的那种政治利益 或者政治权利 这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这就是说 中国的国营的商业体系的这种建立 和保持 那就断了私有资本 是不是 他那念想 从根上就断了他那个念想 那么这是吴明 总结了 共享社商业体系的七大好处 接下来他说 据此我们应该看到 商业体系有很强的政权的性质 就是商业体系 你不要紧紧把他当成他妈的 他是个商业这个市场中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 一个主体 或者一个主体的联合体 他是有很强的政权的性质的 很强的政权性质 是动 是政权动员能力的重要的支柱 是政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并非他只有经济性质 这是对的 吴明先生的这个看法是对的 但是今天的共享社 他说到今天了 恐怕和大家印象中的传统的 共享社就不一样了 原因在于什么呢 这是绝大多数的这些个观众们 这个大家就看到了共享社 这个事儿 没看到他背后的那些个 那那那那那些个 幕后的那那那那那些个 那些个东西 那么呢 就是说什么呢 吴明注意到 他注意到这个共享社体系 是由所谓的五大国有银行投资 才发展起来的 这就是问题所在 正是五大银行的这个投资 让吴明对这个新型的共享社 产生了怀疑 五大国有银行 我们前一段已经做了几期节目 谈到五大国有银行 和外资 和境外资本 然后出让这个控股权的情况下 合资搞什么在中国大地上 搞什么理财公司 控制几十万亿的人币的资产 我们都表达了我们的担忧 我们也转述了一些个 这个这个这个 同志们的这些个看法和忧虑 五大国有银行前段时间勾结华尔街 集中资本 那么他说了 他说比如说农行 前段农 中国农业银行 跟法国的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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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资本 然后组建什么 那个理财公司 好像看着是法国的资本 但吴明先生说 我觉得他怀疑的是有道理 吴明先生说 他认为 法国金融资本并不独立 很可能也属于华尔街金融资本 如果 法国在金融上 能独立到那种程度 都把华尔街资本 都可以拒之本外 然后自己独立的操作 跟中国怎么样 他说法国实力 就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 大家知道 这法国是不是 是一个文化上的大国 始终有优越感 始终 这几百年来 这种优越感 那么带动了法国呢 这一两本能以来 他认为他是欧洲的大国 尤其是欧洲大陆上 他认为他是最大的大国 德国都得拍老二 所以他认为就是 在欧洲事务上 法国应该有自己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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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 法国历史上 曾经呢 也试图表现过自己的这种力量 比如说 1964年的时候 戴高乐 可以 不顾美国的反对 率先和中国建立正式大时期的外交关系 这都是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 这样一个突出的典型的表现 还有就是 他说法国对比如说北约 这个这个分成合合的几次 你来我往 甚至退出纽约 戴高乐都干过这种事 但事实上 你看最近这些年 法国基本上是围着 这个美国转 围马 美国的马首是斩 所以人说包括马克龙 说马克龙现在位置 做这么 为什么这么稳 前段时间又取得了大选的联盛 就是因为美国华尔街资本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马克龙这次在这个全球性的疫情 防疫的过程中 他太给美国华尔街资本面子了 比如说 法国的疫苗 买疫苗买的多 打的多 怎么怎么着 就事实上现在法国 和他自己 这个梦中 这个旧梦中 曾经有过那样的大国的地位 应该是不太相当的 不太相当 吴明先生也提到这条 他说如果他金融上 法国能做到独立自主的话 法国的实力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那么他说的意思就是 这个五大国有银行前段时间 勾结华尔街金融资本 建立了五个超级大型的理财的产品公司 再联想到这五大国有银行 曾经 把被马八子 马八子 以极小的右耳收边 这充分的说明 他们已经剧变了很强的买办性 中国现在的五大国有银行 不再是维护中国人民利益的银行了 他们也以盈利为目标 并且由于已经股份化 外资参股 甚至在金融市场化 开放金融 取消贷化 外资金融机构业务 范围限制投资额度限制 持股比例限制这些政策之下 这五大国有银行 很可能已经被外资控股了 或者是势必 要被外资控股 那么呢 为了确保利益 为了给外资分红 这样的银行 必然是以盈利为主要的目标的 甚至这个顾销舍体系 有可能都是通过五大国有银行 转而 就掌握和控制在外资的手中 那么 这就处理了 问题是什么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破坏了供销舍体系的初衷 为什么要恢复和重搞这个供销舍 初衷不是这个初衷 初衷不是是为了让外国资本控制的 由于庞大的 垄断性的商业体系 掌握着相当程度的定价权 尤其是在国营工业体系破碎的情况下 分散了工业企业农业生产 在定价权上 均没有办法与这个强大的商业体系相对抗 在逐利的情况下 这个商业大恶必然抬高 进入这个商业体系的门槛 压低采购价 抬高出售价 既压榨工农业的企业和小生产者 又压榨消费者 自然不会发挥调节物价 确保行业利益 确保群众基本生活福利的 那个作用 那就自然不会支撑起国家 动员能力 相反可能还是起到反作用 它会破坏掉这些东西 那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由财政扶植国营公有制商业体系 排队银行的参与 发展壮大供销社体系 并且 供销社体系也不必追逐利润 不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相关开支由财政拨款 亏损由财政补贴 因为其盈利所得 无非是减少了工农业企业和农民的收入 或者增加了普通消费者的开支 未必就利于社会利益分配的合理化 说到这儿的时候 那你可能张盈什么就得跳起来 都不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然后靠财政拨款开支 亏损由财政补贴 这还了得 这还了得 党中央三令五身 让市场二十大报告都说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决定性作用 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 是这个供销社体系 是由带买办性质的 股份化 外资化了的五大银行 投资发展起来的 而并非是由财政扶持发展起来的 那这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问题 可能还很严重 吴明表达了他的担心 他说这个供销社体系弄不好 很可能会演变成 中国工农业企业和农民的一场 商业灾难 那么你说 吴明的这个担心 这个忧虑是不是多余的呢 分享给大家 谢谢 谢谢